在抗疫的工作 等於在很多其他工作 作為政府 我們都需要堅守一個理念 否則我們會出現一個左搖右擺 甚至是朝令夕改 這個不太好的情況 所以到目前為止 我們認為是要堅持動態清零 這個是最符合香港現在實際的情況 我們雖然開打了疫苗真的接近一年了 但是這個疫苗的接種率 特別在長者群裡面 仍然是不高的 70歲或以上的長者 打了針的是不到百分之五十 換句話說 還有接近五十萬名 70歲或以上的香港長者 是未打針的 如果他們是感染到這個病毒 特別是Omicron傳播力這麼強的 而是得到重症或有死亡的風險 將會為香港的公營醫院 帶來難以負荷的壓力 從而令到本港的醫療系統 是岌岌可危 所以我們必須要爭取 繼續在動態清零的大前提之下 加快疫苗接種 有人說動態清零是涉及龐大的經濟代價 和社會的代價 但是我想在這裡說 人命、健康和香港的醫療系統不致崩潰 更加符合香港的公眾利益 這段時間我們都不斷加快 和加大我們各方面的力量 但是這些力量和這些資源 不是無限的 所以另一個抗疫的原則 是要精準 是要聚焦 將我們並非無限的資源 包括檢測的資源 隔離的資源 治療的資源 都是要用得更加好 國務院港澳辦亦都跟我聯絡了 傳達了中央對於香港現在疫情的關切和問候 亦都傳達了給特區政府的鼓勵和支持 要我們增強信心 勞控這個疫情 中央隨時會按照特區的需要 提供這個支援 請大家留在家中 請大家避免一些跨家庭的聚會 多做 如果不放心的時候 多做一些快速的檢測 亦都是注意個人的衛生 留意政府發放的資訊